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写道 我今天早上散步路过渔园路上第六两店 看到一个老太太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十元钱 说今天是她的生日 想买两元钱的切面 我看她应该有八十多岁了 因为没有手机不能刷场地码 营业员说不能卖给她 老太太就说能不能用身份证 我没有毛病回答还是不行 老太太说她不进店 想请我帮忙刷刷场地码 为她代买 于是把那十元钱就塞到了我的手里 我立即拿出手机刷了场地码 显示健康码绿码 但营业员说你的核酸检测过了七十二个小时 也不能买 前面就静静的躺在一公尺前的柜台上 九亿公尺距离 我们三人都面对面站在店门口 没有一丁点商量的余地 我只能把钱退给了老太太 老太太谢谢了我 看了看眼前的切面 无赖的转身回家 看着老太太的背影 我在想她的余生还能过几次生日呢 据网友说这个帖子被乐传以后 引起了众多网民的愤怒 梁殿的上级也过问了此事 但不是安排员工给老人送去切面 而是商量如何对待 舆情也就是舆论所引起的浪潮 他们商量说领导如果要问 我们也没有什么错 严格执行集团指定的防疫规定 是没错的 在点评这个新闻之前 我想起了一个发生在美国纽约的故事 1935年的那一天 纽约市的市长拉古迪亚 在法庭旁听了一桩面包偷窃案的庭审 被指控的是一位老太太 当法官问她为什么偷窃时 她说两个小孙子已经饿了两天 她偷面包是因为没钱给他们买面包 法官问她你是选择10美元的罚款 还是10天的举益呢 偷面包的老太太只能选择举益 因为要是她有10元钱 她就不会去偷面包了 审判结束 拉古迪亚市长从旁听喜亚站了起来 脱掉了自己的礼貌 往里面放了10元钱 然后再向在场的人大声说 现在请各位美人交50美分的罚金 这是为我们的冷漠所支付的代价 以惩罚我们 这个要劳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社会 法庭上一片树劲 在场的每个人包括法官在内 都漠不作声的捐出了50美分 这就是著名的拉古迪亚的拷问 一个人为钱犯罪 这个人有罪 一个人为面包犯罪 这个社会有罪 上海和纽约这两个世界 其实都事关人性和良知 上海老人拿钱买切面 因为没有手机 所以良店的店员执行防疫规定不卖给他 领导和店员都心安理得 因为他们没什么错误 美国的老太太没钱给孙子们买面包 而去偷面包 州长居然认为 整个纽约市市民都有罪 冷漠的罪 有义务让老太太和她的孙子们 免于饥饿 从事件的性质上说 纽约老太太投面包犯了罪 而上海的老太太没有犯罪 她愿意付钱 也有权利买切面 只是仅仅因为没有手机 店员于是不卖给她 划开两堵各表一支 我们先说说上海切面的事 一 防疫思维让人成为机器人吗 有网友撞文指出 这件事的可怕之处 就在于上海的防疫已经真的无死角 不断实体空间没有死角 人心也没有 一种全方位的铁丝心肠正在形成 这是不能提供核酸证明无法去医院看病 因而死掉事件的延续 看急诊和核山的冲突 是防疫中极端状态的遭遇 而看着两米外的切面 三方 顾客 好心人和店员都无人为力 这代表防疫社会化在日常生活领域达到的程度 这个良店的工作人员和领导 面对这位老人已经完全没有私心 不但没有任何同理心和同情 也没有任何独立的科学判断 因而完全丧失了作为人的主体性 他们成为完美的执行者 成为肉质的机器人 这可能也是防疫思维得塑造人的行为 所能达到的顶点 我们就是需要彻底的监控控制 和彻底的透明化 任何人都不能有任何特别 才能达到社会消杀的效果 这种思维对社会造成的损害 在切面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它的后遗症正在越来越明显 而我们有如何才能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免疫力呢 应该说 这个网友的分析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我不赞成他的观点 我认为他没有切尊要害 第一 店员真的是因为严格执行防疫制度 而不卖切面给老太太吗 上海防疫也有规定 对于没有手机的老人 身份证就是通行证 可以进行人工登记 任何部门都不能剥夺老年人的权利 我就想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老太太是他的母亲 他们会怎么样 也会拒绝吗 在上海封城期间 他们也被强制隔离在家 也遭遇了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的惨状 也被大白们露刺 怎么一夜间就变成了动态清零的钢铁战士呢 谁系的他们的脑 今天的上海还真的有人信仰动态清零吗 二 把切面卖给老人到底有多大的罪 成全老人过生日吃切面的愿望 会承担多大的责任呢 会丢掉工作吗 还是会带来刑事处罚 我觉得都不会 甚至说根本就不可能 三 切面上安装了监控 没有手机和核酸码就拿不走切面吗 当然不可能 再怎么严密的科技控制 也不可能说落实到一代切面上 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我的看法是权力的优越感 这是一种底层互害的表现 或者说是一种腐败 权力啊 具有无穷的魅力 不仅中共的高层 痴迷权力 就是老百姓也崇拜权力 中国在权力上 呈现出不同的层面 可以比喻为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虾米啊 吃泥巴 上层官员可以利用权力腐败 受贿上百亿 有上百个情人 中层官员和下层官员也可以利用权力寻租 在最末端的底层 也可以享受权力欲 我有权不让你买 我就高你一头 这种权力欲是人性和良知的上司 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腐败 可以说是一种邪恶 权力之恶就像病毒一样 会腐蚀整个社会的机体 所以他与荷兰省给村镇银行受害者赴红马事件性质完全不同 一个是公权力的滥用 另一个是底层社会权力优越感和腐败 我们在说说美国纽约事件 我们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情形 投面包是违法必须处罚 因饥饿而偷窃 是整个社会因为冷漠而有罪 因为社会没有救助那些饥饿的人 所以每个人都有义务 带偷面包的老太太支付罚款 不能让任何人因为贫困而没有食物 不能接受教育和接受医疗救助 正是在这种理念下 美国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 失衡的社会开始平衡起来 但上海的切面事件所反映的恰恰相反 它是人性的恶 人性和良知的丧失 严格执行防疫制度 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 明知不会有任何处罚 也绝不帮助别人 在冷眼光看别人的失望 无助和痛苦中 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优越感 上海的城市设施 远比纽约现代 但我们通过切面事件 可以看到两个城市 存在着巨大的文明差距 好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就为您聊到这里 明天我们接着聊 谢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